塑膠包装无所不在 来到传统市场 塑膠袋使用量很惊人 有人买水果 一串香蕉分三袋 甚至一根香蕉就用一个塑膠袋 一袋一千一左右 一个月收到一万多 即使店家贴出减缩标章 但消费者还是老习惯不改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志工想到方法 从贩售端着手 志工免费提供 店家转手给消费者 恶度宣传 可以一直重复使用的话 它会做大中小的尺寸 让店家一起跟我们的消费者结缘 一年最起码省了六千块以上 环保购物袋就是在这里制作完成的 但是你知道吗 在这里你所看到的每一台缝纫机也都是回收物品 原散步变身购物袋最大挑战是形状问题 两片的就车小一点的 然后那些四片的就大一点的 然后六片的就更大的大购物袋 大小三角形 不同组合 不同美感 志工做完环保就来报道 多车一个购物袋就少用一个塑胶袋 大家新闻来必须要学习 台中报道 大家新闻